朋友大家好 昨天不是吃羊肉 还有一点点的渣渣 我觉得人太可惜了 我今天早上就做一个羊肉粉来吃 就用昨天那个热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还准备了一点豆芽 我先把那个豆芽凉拌一下 还有肘耳根到时候吃起来更好 这个绿豆芽下个烫一下 给它煮一下 煮一下我就和肘耳根拌 让它煮一下下 我们这个煮好了 给它捞出来 给它冲一下凉水 这样的话吃起来脆脆的 好了 这个是绿豆芽 这种豆芽 我喜欢吃这种豆芽一点 感觉这种嫩一点 黄豆芽的话有点硬 邦邦的 把这个下锅热 你看还有挺多的 给它热熟 我盖起来快一点 这个小猪刚刚从地里拔回 拿的两颗蔬菜 一人一颗 然后一点葱和香菜 来洗一点的蔬菜 把这个洗干净一点 手还是要同样的冰 我说是买个手套 忘记了 改天去上街买个手套 这太冷了 眼色的奶都不小心洗了 不行 再洗一次 咱们来切一下折耳根 这两贴的折耳根是嫩的 夏天的时候是特别的老 夏天的时候折耳根太老了 搅的搅不动 春天和这两贴的折耳根不错 再切点香菜和葱 放到这里来 拿点喂鸡叶 拌一下就可以了 喂鸡叶一点 要盐一点 拌起鸡鱼就可以吃 这样就行了 不需要太多的配料 越简单越好吃 别说小时候不喜欢吃辣的 但我们做这个豆辣椒 他还是很喜欢的 好 这样吧 煮好的这个汤我们盛出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煮粉了 煮好粉就吃了 没捡的 锅里加水烫粉 再把昨晚泡好的粉下去去煮 干净快一点 我们之后煮的差不多了 然后再把蔬菜下去去 这个蔬菜煮熟就可以一起捞出来了 煮一下下 把煮好的粉给捞出来 要这比较长 我再搞点酥菜 下去去 来点葱 和香菜 等这样就可以吃了 所以开始很美味 对了 我想到了 我还有梅豆腐呢 来一块两个豆腐 对好 来半块的梅豆腐 吃完了之后再加 你看这个梅豆腐 很香的 该要吃了 吃了吃了 来一口粉 梅豆腐 好吃 羊肉粉 这米粉有嚼劲啊 还有豆芽 你吃不吃梅豆腐啊 我不吃 梅豆腐有些地方肯定叫豆腐乳啊 太香了 这羊肉粉的料很猪 这羊肉粉的料很猪 我吃不吃梅豆腐 加点豆芽 哎呀好吃 这很长啊 有时候我吃面还是吃肥 我说肥太长了 朋友们给我个建议就是拿几个楼梯 爬到上面去吃 像这里的羊肉肥料就比较足了 咬骨头 来咬骨头 味道如何 嗯 嗯 味道怎么样 可以咯 你那固体确是花椒 我是清汤的 我觉得还可以 你吃味道太辣了 你吃点热就行 红红的一锅 没这幅度你脚太多 太多会斜的 一口的凉拌折耳根豆芽 这应该是羊耳朵 吃这个我还得小心一眼我怕猪把身上吹都是辣椒油 没了没了 真正一碗没了 有时候我的剩菜我舍不得人 然后就是把那个做成面或者粉吃嘛 配起来哪怕是渣渣也好吃 刚才觉得挺冷的 这一次完之后全是软乎乎 看来这个羊肉还真的有这个功能 就是西姜羊肉菜 哦 西姜 他们老吃羊肉 可能就是因为那比冷 就是天气比较冷 所以吃羊肉吃的多暖一点嘛 应该适量的 不知道对不对啊 噢 你的 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